大家好,這節是日文必達環節 身邊的嘉賓換了是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黃茂先生 Rafi,你好 繼續呼籲一下,有事想問我們的話可以打電話來 電話熱線是204-6566,或者可以給電郵我們 電郵地址ask at bschannel.com 看看電郵方面,余先生 想問Rafi,編號552這個股份 中國中通服,暫時看到股價向下 跌超過2% 一毫子最新報在4.28元 問Rafi,他留意到股價近來不是太生氣 越跌越有 問勢頭又如何 手頭上未有貨,想買入,應該怎樣部署? 以中通服來計算,嘉賓觀眾覺得很對 你見到價格不斷沉底 甚至於今日都在初步是跌下去 但本身的基本面來說 大家都知道它本身業務就是做一些相關 手機設備的商股份 或者是通訊設備的商股份 變相如果要看的概念來說 又好像大家覺得有個4G的概念會吃得到 甚至都看得到接下來 內地經常說推行一個信息消費 變相都覺得這些因素 好像本身的中通服都會是有利 但是為什麼這兩個這麼大的 所謂好的基本面都是有在的時候也好 但是對股價來說都沒有太多的幫助 那為什麼要理解呢? 因為我覺得大家也要看看推行上面的效果 因為其實沒錯 可能剛才說的信息消費 或者4G來說 一向都說的 或者看到很大的前景、很大的潛在力 但是似乎在執行上面看 究竟何時才令內地方面推行得成熟 或者覆蓋面的多 或者是多人去用 其實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說不定上 在這些因素底下 其實你說對中通服好 或者個別的股份來說也好 有沒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即時的幫助性 其實暫時真的見不到 所以變相股價來看 都不斷往下試 今天再穿底 所以暫時來說 如果以回整個走勢來看 上面的壓了一個下降位下來 而橫線拉過去看 大概4.3領這邊位都算穿的時候 整個比較大的一個下降3.0 暫時真的擴納了 是失手了 變相短期來說 回不了上去4.3.5樓上的話 其實我有點擔心有個價 繼續往下試 可能4元的稅位都不出奇 暫時來看 我會覺得 與其這支股份沒有貨也好 也算是比較好 我覺得不要這麼急 在這些位置 叫做入市博反彈 因為暫時見不到太多反彈動力存在著 好 謝謝余先生你發給我們的電郵 有其他的問題查詢 可以打電話來給我們的 電話熱線就是204.566 剩下的時間看看一些個別移動股份 Rafia 我看到845 今天是焦點之一 好像看到暫時停牌 看到剛剛有這個消息 先看看它的情況 845 行性地產 跌跌超過2.6% 我想我的報價系統有少許問題 跟進回現在是復牌的845 暫時跌超過2.6% 再看回 其實最主要是私有化方面的消息 就告吹了失敗 股價隨即復牌回來之後 就下跌 先看看情況 因為之前來說都炒了一股 看到股價不斷越升越有 但是現在這個消息 就落實了 而且說到股東特別大戶 就說會無限期押後 換言之一些私有化的消息 可能都沒有什麼日期 暫時股東無望 怎樣看回就是它前景 這樣跌下來的話 如果有貨 都真的要重新再部署 或者可能真的要止蝕 現在有什麼跟進反省 以行性來計算 如果大家本身 一直看過這股份都知道 其實由早幾年上市之後 可能價格都沒有好過 簡單來說 很多所謂的蟹貨 其實是摘在上面 價不斷落下來 但是去到譬如去年10月 訓導的時間 記得到股東 特別是大股東 張智雄方面 都提出了一個私有化的情況 他所說的理據 當然是說 一來他自己都知道 股份一直流通量低 因為價格不斷落下來 沒什麼人買 流通量低 上面摘了很多蟹貨 變相想今次借著一個私有化之下 都令到可以給一些小股東 叫做離場的機會 好像說得很順利成章 變相說法很正面 但是如果以當時提出私有化的價格過百來看 其實跟初初上市的價位看 都還差距離 即是假設上市拿下的 就算私有化真的通過落度 也好 也好 其實都是會輸錢的 所以本身說出來的理據 只是幾公免堂皇 實質來說是否這麼正面 其實未必是 但怎樣也好 那一下提出私有化 價格彈了上來 但其實不斷告訴大家 就是炒這些私有化 炒這些公司的消息 其實炒那一刻 即是傳那一刻 會是無限憧憬的 股價不斷炒上去 或者是很瘋狂 但反過來 當結果出來那一刻 如果真的叫做落實得到 當然可能保持價格 有個不錯的支持 但反過來 如果這些事實出來那一刻 是叫做失敗了的 落實不了的 價格打回到原形上 其實不是太意外 所以這次正是這樣的例子 因為如果以剛剛過年這段時間 舉行私有化的會議來看 那個投票結果 其實就被否決了 沒錯 你記得到 如果以股分數目上看 大概有九成多的股數 其實是通過到的 即是超過最多七成半的要求 但如果以人數上去點票 其實又不夠 因為如果以人投數來看 有全數八二票 那就只有58票 是贊成私有化 有六十多票去反對 變相你不搞一半的時候 自然私有化的議決 都要暫時叫拖延 或者暫時叫否決了 變相做不到之下 今天復派回來 的確有價格 立即就叫做打回原形之餘 剛剛要落到大概過二 一個搖嶺這邊位 所以怎樣部署呢 其實這樣說 大家本身是要炒私有化的 炒不到其實今天下回來 很自然就要去離一離牆走 其實這些說真的 輸了都沒得去預計 我變相真的要去指示 但如果沒有貨的話 其實這些價位 還要拼不拼上去呢 我覺得暫時就真的不太建議 因為如果以今天來說 剛剛下回之前的位置的時候 變相大家對這個往後的看法 其實不算太樂觀 所以變相來說 價格未必太有向上動力之餘 反而我有點擔心就有價格 可能會往下市 需要有機會慢慢來講 可能市場內1月1號半這邊也不奇怪 嗯 OK 好 我們稍後時間再跟進這方面的情況 先聽一下電話 楊小姐在旁邊 喂 中小姐 楊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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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請教你 我看見信譽光學2382 今天一枝大洋燭上來 追不追得過 好啊 未有貨是不是 想了解如何操作 是的 好啊 信譽光學方面 升級有半成這麼多 升級一指報8.38 好像說有些收購動作 信譽光學7G 就是收購以色列的3D圖像公司 涉資方面有3,467萬元 怎樣看回呢 股價因為受到這個消息 就衝了上來 會不會都可以保持著聲勢 未來後市又如何部署 的確 信譽今日最主要抽上去主因 就是收購的一個協議 跟以色列公司做了一個協議 可能收購相關的3D方面的工具 和技術的發展 的確 如果以這件事出來之後 價今日的確是彈上來 但你說這件事 究竟是否另一個價 可以叫做這麼大的刺激 我覺得這樣說 暫時比較難判斷 因為始終 最終究竟貢獻有多少 或者幫了多少手 暫時我覺得很難去估計 但叫做借一借的勢 因為見到信譽來說 之前那一陣 價格相對著一個環的局面 環了一陣 打了底 感受消息的刺激 一下子抽上來 其實可以理解 而且離以整個走勢來看 其實之前走過一個小的雙底現象 雖然不是太對稱 但你見到一次就落到6.3多度 一次就6.6、6.7度 慢慢一個雙底之後 頸線位置正正是7.6 而7.6來說 如果拉過去看 正正是之前大概十月尾 一月初這段時間的環區間位置 所以變相整個項線或者整個位置 初步都叫做打得挺穩的 或者站得挺穩 所以變相這些雙底 叫做升穿的項線 也站得穩的時候 價格相對上抽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去看一看 如果以量度的幅度去看 如果以這個雙底的區間 大概就 一個多元左右 一個多元左右 如果以7.6 拉回到過三上面看 應該大概是八個九左右 我認為現階段 你去試一試 我覺得不是說不可以的 我覺得大概八個三毛 這位置試一試 以大約八個九至九元左右 做回目標價 我覺得可以在這位置 才考慮食股 反而下面來說 簡單一點 以箱底的項線位置 七個六左右 做指摘位置 穿七個六樓下 再考慮指摘你一離場 嗯 好啊 還有呢 我想問你 你介紹過那些 彩星和余泰中彩那些 跌下來什麼位置才好入呢 OK 好啊 還有五五 是嗎 是呀 好啊 就是Rafi推的一股 好 問回你先 五五 余泰中彩控股 近來這個版 可以說熱炒 Rafi了解那個情況 尤其是八字頭那些 好像越升越右 這隻股份 正在升三個百分比 升到一個三回一個水平 其實上個星期 都見到它有急升 還好沒有現在這些價位去買些呢 如果以這樣說 這個版塊的確 今年回來後 或者去年年尾的一股 都不斷推介這幾隻股份 的確今年回來後 見到價格不斷抽上去 但如果以以太利計 究竟這刻還能否過呢 我覺得這樣說 升了那麼多 從這個角度看 在好治療理應 等它回一點點才考慮 但如果反過來說 以整個版塊去清 例如如魚泰 八十二 或者8156137 這些去清 如果以股值上去看 又以魚泰 雖然升了那麼多 也好 但依然是最便宜的 說不定上 我覺得好看你那個部署 如果你純粹想以短線角度 去駁一層 我覺得魚泰 其實依然可以去試一試 我覺得只要頂上止蝕位 因為始終這樣說 升了那麼多 我覺得怎樣也要頂上止蝕位 暫時如果要駁一層 要駁一層的話 其實大概過三 或者是過三樓下 我覺得你說 當然你在高位試 不要太大 我覺得少著地去試一試 大概過三樓下 少著地去試一試 看看有沒有機會 這一層駁一層 駁一層駁它再破頂 即使今次破1.36元 我覺得可以以1.43元 做目標價 我可以以這個位置做短暫的食股位 而剛才說得怎樣 始終你是在高位駁短線的時候 我可以以這個突破上來的平頭位 大概1.18元 做止蝕位 然後穿1.18元 短期來講 考慮止蝕在離場 我覺得只要肯嚴守這個位置 這一刻來計 我覺得這一可二 就去試一試 楊小姐是不是還問彩星玩具 是的 跌下來什麼位置好 好 沒有貨是不是 沒有 OK 如果沒有貨的話 不知道是否恭喜它 因為怎樣說 之前發了營起 未發之前大家對它那個營起的內容 無限憧憬 應該是不錯的 但誰知道出來 就真的沒有這麼好 所以你看到營起之前 股價又受到追捧 有個不錯的憧憬 但很快全部滾下來 如果沒有貨的話 是否也等一等 還是怎樣補助 Ravi 如果以彩星來計 刑起之後 就跌下來 當然如果以過往的升幅來看 其實都只是叫做一個大漲小回 我某程度想覺得一點 沒錯 那次雖然營起 但交易解析數 沒有預期中那麼多 就是個數字 但我覺得跌了過龍少少 因為始終如果以過 新生證的數 其實你說是不是差到跌那麼多 我覺得也未必是 只不過叫之前升那麼多 大家覺得高就夠數了 變相走一走貨 令到那一刻的股壓比較大 跌得過龍少少 我覺得可以理解 所以我覺得對彩星來計 其實今年的看法 我覺得都仍然行樂觀 但是這樣說 與其你沒有貨的時候 我覺得稍為叫大家等一等 特別你用這一陣來計 其實價錢不斷 如果以回整個細頭來看 其實都是繼續向上去走的 但你看到每一次來說 大概去到50天 20天線附近 都立即有個支持者 帶回上去 所以暫時這一刻 都後退這些位置 大概3.6左右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 短期來說 慢慢調整到3.6左右 才考慮去試一試 而且以3.6去計的話 大概以剛剛 即是去年會出業績 去年會出業績 那個PE大概10倍 我覺得到時才比較合理 所以如果以大概3.6 到晚朗 我覺得直迫性高一點 下面上到蛇計 可以的 以大概4.3至4.4 做目標價 而下面來說 大概穿3或2樓下 做指示位 OK 楊小姐 多謝你這麼詳細 講話來聽 謝謝 好 多謝你電話支持 剩下的時間 不太多 Raffi 我們聊聊 我想要快講 中升控股881 暫時升一成 都到12.64 其實都 大家看過新聞 最主要是配股和發CB 引入而和 當中來說 可能詳情說不到那麼多 正籌是56億 而今次的舉動 亦都成為公司第三大股東 所以變相第一、第二大股東 就是分別董事長 和副董事長他們的股權 貪薄到大約五成二左右 怎樣看 說到引入而和的股東 總而言之 都幫助公司 經銷網絡發展 和一般的營運資金 本來 宜和其實都從事一些 汽車代理 今次兩方面有個合作的話 有什麼利好因素 的確 大家在業務上 就有相類似 變相 大碼頭的時候 對中升 國內方面好 或者外來方面的發展上好 都有個比較大的幫助 因為始終中升都是買一些 叫做高檔次的汽車 例如Benz等的汽車 變相和宜和方面都相類似 而來今次的配股給宜和 這一刻入一成二的股權 再加上CB 假設現在行駛完的時候 變相宜和接下來 拿著中升兩成的股權 以持股比例上看 都不算少 如果以近期來說 有這些拉到大碼頭入股 一定股數的時候 好像被華南城引入騰訊 那個炒作是有的 所以今天回來 價格升得這麼明顯 其實是可以理解的 但到這一刻 始終可能市場不太離開 變相價慢慢壓下來 短期看一看 大概十二個半這邊位 能不能夠站得住 如果十二個半這位置 不穿的 我變相拿著貨的投資者 就不用急著走貨 但如果十二個半這位置 叫做慢慢出下來的時候 短期來說 你先走一走貨 我都可以考慮 好 謝謝Wafi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先做新報 說的股份本身是沒有持有的 沒有的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也是 值得玩之 就是每週一股 來一位主持人和大家聊天 有事想問可以繼續打電話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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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